新的一天,爱德华元气满满闪亮登场,电视剧《胜算》的剧情越来越白热化了,柳云龙饰演的唐飞还在危难中求生存,她是秘密计划中重要的一员,用着瓦吉姆的代号深入敌人内部,在敌后伪装潜伏,秘密粉碎日本人的一系列计划,她用街霸来伪装自己,表现的还算是比较良好的。 她因为内鬼的暗算,唐飞还是掉进了福元的陷阱中,她暴露了自己就是瓦吉姆的身份,也被苏公的人误以为她已经叛变。 当然了,唐飞现在给日寇使用的是反监计,是因为中共重要的人员,她是不可能轻易叛变的,但是在苏公的言中,瓦吉姆已经不能再受到重用了,于是就启动了叶莲娜当作替补,向苏联方面回报关于敌人的大量有效信息。 在这份情报中,福元的秘密计划已经接底,她计划将几名叛变的军官送去新京,先坐火车再转汽车,但是在汽车方面还是中了埋伏。 魔方能够得到汽车转车的情报,依靠的就是间谍叶莲娜的情报。 之前在和福元的较量中,唐飞为了家人和同志们的性命,不得不供出了让福元震惊不已的名字,成田。 他是一名北京派的领军人物,在关东军有着很大的威望,福元一个小小的保安局长,想要捉拿他是非常困难的。 不过穿入圣衣,就不一样了,他拿到了色谷长官的授权。 在这个时候,成田本来应该为自己的前途做打算,怎么就这样自杀了呢?肯定是被人抓到了把柄威胁的。 这个时候方式宝是肯定脱不了干系的。成田竟然已经被苏贡给策反了,外围已经被福元的军队给包围了,但是进入司令部的只有区区五个人,他完全可以把这五个人给扣了。 能够突出重围,又为何选择了自杀?唯一的原因就是秘密被泄露而恼羞成怒了。 其实叶莲娜的身份早就已经暴露了,他就是唐飞身边的老熟人方式宝。 方式宝用叶莲娜的身份,很有可能已经把作战计划传给了中共。 如今秘密行动被泄露,为了保存隐藏在日军中的势力,成田才不得已举枪自杀了。 这下就连福元都彻底慌了,原来在自己身边有着这么多的特工。 苏贡在命令叶莲娜调查唐飞判变的真相时,他几乎是完全站在唐飞这边的,处处为唐飞说话。 而且要说到顶替和打掩护的话,方厅长和唐飞的职位差不多, 能够做到很好的替换。 而且格拉西姆曾经说漏嘴,说叶莲娜是一个男同志。 谁又能想到名字像个大美女一样的特工,实际上竟然是一个糟老头子呢? 这就是对自己身份最好的掩护吧。 方式宝用怂拉巴基的性格一直在隐藏自己,不知道小伙伴们有什么不一样的看法呢? 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见